佛生之河曾天老 雪满场满谣 梦乱时久兴红 空与风空解傲 最终灵约饰演的宋颖章被骗轰而惨遭虐待 好在被招盘儿救下 招盘儿耐心开导宋颖章 宋颖章明白女子也能撑起一片天 最终宋颖章鼓起勇气进攻 宋颖章超高的琵琶技巧受到皇帝赏识 皇帝娱乐宋颖章可入内视伤害灵约表演 这也意味着宋颖章摆脱戒级身份 逆袭成为女官而流言饰演的孙三娘 轻易被丈夫抛弃和此嫌弃吃苦后 成为永安录的主厨 在这过程中孙三娘的专性情受到度长封赏时 最终两人从欢喜原家慢慢走到一起 在结局中皇上赏孙三娘一场盛大的婚礼 看着孙三娘奉光侠配出嫁真的非常感动 宋颖章和三娘结局都很圆满 但要论最幸福的人 绝对非招盘儿莫属乐 在大结局中招盘儿登文古苑 成功证告欧阳旭将欧阳旭打入皇城寺 在皇帝问招盘儿想要什么赏策时 招盘儿希望登文古苑重开 为百姓谋公平公正 皇上答应招盘儿的请求 还给招盘儿和顾千芳赐婚 招盘儿终于实现了心中所想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